選後率領競選團隊重回基隆親安宮向基隆罵上香 內政部長尼佑昌感謝媽祖的庇佑 讓2024這一場世界矚目的台灣大選順利完成 選舉結果也證明了台灣民主的勝利 當然民主社會裡面選戰的結果有輸有贏 不過我想這都是人民民主精神的一個選擇跟表現 那大家在選後呢就是團結在一起 然後一起向前走 我想台灣社會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展現了一個非常成熟 而且穩健的一個民主社會的一個價值跟體制 我想這一點是值得所有台灣人民對自己的一個認同跟肯定 事實上這一次的選舉也得到國際的一個注目 那選舉的結果還有選舉的過程 我相信都展現台灣成為一個成熟民主國家 這樣的一個表現也得到國際的一個讚賞 至於國會出現三黨不過半 是否會擔心朝野亂鬥的情況發生 尼佑昌以自己過去在基隆執政時 議會也是嘲笑野大的經驗強調 行政部門需要做更多的溝通與說明 以爭取不同政黨立法委員的支持 只要能在政策上獲得多數人民的認同 所謂國會大亂鬥不一定會發生 立法委員代表的是民意的這一方 所以行政部門應該做更多的一個說明跟溝通 爭取不同政黨還有國會的一個支持 那我相信只要這個道路是正確的 那這個行政部門我們在政策的一個立場上 是得到多數人民的一個支持跟贊成的話 我相信國會未來也不一定說會出現所謂的大亂鬥的這種狀況 我還是相信民主的一個精神 那社會會制衡 所以如果在國會裡面的一個表現 不符合人民的一個期待的話 我相信社會跟輿論也會有不同的一個意見 那對於這一點其實我基本上是比較正面的一個看待 對於從市長到立委選舉 民進黨在金融市接連敗選 劉昌強調選舉的勝負是民主常態 也是民主的價值和精神 這次金融市立委提名一波三折 競選團隊在這麼短的時間有這樣的成績已經很不容易 期許大家繼續努力爭取更多市民的認同與支持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